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曲 杨茜茜 杨茜茜 就是要勇敢地跨出你的舒適圈 打開人類全知全能 全器官的一個東西 很純粹地喜歡一個人 我覺得初戀對我來說比較像是這個 那個感覺是不會忘記的 很像在喝三枚湯 你都快30了耶 都還沒有對象 我可能只還沒遇到 哇 我上次談戀愛是五年前 我想一下 那時候談戀愛也就是騎機車啊 然後手會插進他的口袋 或摟他的腰啊 剛開始他好像很喜歡我 我也好喜歡他 他怎麼沒有打電話給我 怎麼沒有傳訊息給我 那種曖昧期 我很喜歡 因為像我自己 很多對象都比我大 就是你有些東西不好意思說 但是姐姐都知道 你要自信一點 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眼睛要看著對方 說你好你就是好 我希望對方直接跟我講他需要什麼 可能會懶啊 或者是因為忙啊 等等 可能就會忽略掉 那每個階段其實不太一樣 如果要講這幾點的話 應該算滿滿牌的 你來啦 如果是真愛 慢一點來也沒關係啊 像我們這種 國高中就談戀愛的人 到現在也還沒有定下來啊 對啊所以就是 不急 只要遇到一個對的就好 對不起 你想跳舞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浪漫就是 他不會這麼快知道答案 或者是你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你會很忐忑 你遇到一個慢半拍的人 也不一定對 你遇到一個快半拍的人 也不一定對 愛情沒有一個答案耶 若二姐對不起 因為我初戀是被甩的嘛 哭了好久好久 然後等了好久好久 覺得對方會不會悔心轉意 但是後來就是沒有 然後就長大了 就成長了 你以後不要再來找我了 我有做錯什麼嗎 我有做錯什麼嗎 真的只有你自己去經歷更多 你會找到答案